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佳南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2005年著名演员苏友鹏在父母离异六年后 撮合双亲复婚了 到2021年1月 苏友鹏的父母已复婚16年了 他们的生活状况怎样 苏友鹏为何又有了心烦恼 1999年苏友鹏的父亲苏景杰 与母亲魏子敏在台北离婚了 原因在于两人性格不和 及生活琐事带来的矛盾在心中发酵 经历争吵冷战后终于解脱了 这时苏友鹏已经26岁 弟弟也成年了 虽然父母离异没有给兄弟俩带来太多的心理创伤 但父母即将步入晚年 老眼纷飞还是让苏友鹏心痛和遗憾 父亲一个家母亲一个家 怎么说也是一种悲凉 死后年节 苏友鹏先去看父亲再去看母亲 离开父母家时他眼里不知不觉就会有满泪水 离以后苏景杰没有再婚 魏子敏也没有改嫁 这个年龄段的人再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面临诸多现实问题 苏友鹏用几年时光极力迷合父母的心 修复他们的感情裂痕 一点点将父母的距离拉近 苏景杰与魏子敏被儿子的孝心感动了 加上一个人生活确实存在诸多不变 2005年他们在2016年后正式复婚了 苏友鹏的孝心一度被传为佳话 苏友鹏给父母在台北买了房子 并亲自监督装修 为双亲布置一个温暖的家 他还将父母两边的至亲请到一起 为父母举行了一个小型而温馨的婚礼 当着亲人 苏景杰含泪表态 感谢儿子这片孝心 以后我会好好珍惜家庭 不再让儿子操心 魏子敏也表态 以后我也会尽量多包容 不再斤斤计较 苏景杰与魏子敏还手牵手 一起唱了牵手这首歌 唱着唱着 两人眼里涌出了泪花 苏友鹏兄弟与现场宾客也流泪了 此后苏友鹏将事业重心转到内地 大部分时间在国内拍戏 弟弟也跟在身边 帮助哥哥打理事业 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 苏景杰与魏子敏独自住在台北 担心父母刚破镜重圆 有一段适应期 苏友鹏经常给双亲打电话 按时给他们打生活费 每逢重大年节 他会与弟弟赶回台北 热热闹闹的与父母团聚 在儿子的孝心滋润下 苏景杰与魏子敏度过了五年的平静时光 苏友鹏以为父母感情牢固了 加上拍戏繁忙 此后他与父母的联系不再那么紧密 这样一来 恋痕慢慢在苏景杰和魏子敏心中出现了 原来苏景杰与魏子敏复婚的打算并不强烈 是苏友鹏的孝心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虽然他们不再计较过去的恩恩怨怨 但那些矛盾并没有消灭 而是生存在心底 一旦有合适土壤 这些矛盾又会像杂草一样疯涨 可以说 儿子是苏景杰和魏子敏的精神支柱 是他们情感的交接点 与其说他们甘愿复婚 还不如说是被苏友鹏的孝心感动 不忍辜负儿子的一片好意 外力作用下的复婚能真正幸福吗 这些年苏景杰与魏子敏的话题 大多是围绕儿子 除了儿子 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 渐渐的 夫妻俩变得冷漠了 感情淡了 心里的距离远了 虽然争吵不是太频繁 但彼此越来越感觉不到温情和幸福 苏景杰退伤前经商 魏子敏是小学老师 年轻时两人就志趣不同 2012年秋天 魏子敏与两位异性朋友相约去听音乐会 苏景杰心里不舒服 魏子敏回家后 他在言语上敲打妻子 魏子敏与丈夫磕绊起来 苏景杰说 要是儿子知道你这样 不知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魏子敏怼丈夫 我光明正大听音乐会怎么了 儿子不会像你这样小心眼 争吵一旦拉开序幕 夫妻俩经常因性格和家庭琐事发生摩擦 后来进分区了 为了不让儿子伤心 他们从未在苏友鹏和弟弟面前表露出来 相反 两个儿子一回家 他们就装作恩爱甜蜜的样子 给儿子制造幸福的假象 因此苏友鹏一直以为父母感情融洽 生活幸福 这个漂亮的肥皂泡 在一天早晨被戳破了 2015年10月的一天 苏友鹏在香港参加演出 为给父母制造惊喜 他没有通知双亲 悄悄赶回家 早晨6点 苏友鹏到家了 他用钥匙打开家门 然后站在客厅里给父母打电话 电话是母亲接的 他故意压低声音问 妈妈你猜我在哪里 母亲说你在北京吧 苏友鹏回答 No我在你们面前 苏友鹏刚挂电话 父亲竟从四卧出来了 接着母亲也从主卧出来了 苏友鹏看看父亲 又看看母亲 不明白他们为何要分居 苏景杰读出了儿子脸上的疑问 表情有些不自然 他撒谎说 我晚上打呼噜很厉害 吵得你妈睡不着觉 昨晚我睡到次卧里 魏子敏尴尬的笑笑 配合丈夫撒谎 从父母的脸上 苏友鹏觉察出他们的不和谐 心里别有滋味 父母到底关系怎么样 第二天 苏友鹏巧妙向邻居打听 他们告诉苏友鹏 说苏景杰与魏子敏感情不融洽 两人很少一起出门 那家里有时争吵有时冷战 得知这些 苏友鹏震惊了 他没想到自己千辛万苦撮合父母复婚 如今他们却是这种生活状态 苏友鹏能够想象得出 父母在一起过得并不幸福 甚至比分开还纠结 这样一想 苏友鹏流泪了 他回家后 父母见他眼眶发红 担心地问怎么了 苏友鹏寒泪说出自己的心结 爸妈 我今天才知道你们真实的生活状况 心里很难过 这些年来 我一直以为你们在一起很幸福 原来我想错了 苏景杰一生长叹 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 也不会再离婚了 就这样过吧 魏子敏红着眼眶说 儿子对不起 妈妈让你操心了 虽然父母明确表示 不会再离婚 但在一起不幸福 苏友鹏轻松不起来 他经常问自己 难道自己撮合父母复婚 这一步走错了 父母离婚 苏友鹏担心 父母复婚后 他又有了新的烦恼 他不明白 自己想做一个孝顺的儿子 为何这么难 2021年1月 苏友鹏已经48岁了 一直未婚单身 不可否认 父母离婚 复婚后又不和谐 给苏友鹏带来了心理阴影 以致让他恐婚 其实这是两代人的悲剧 让人的心沉甸甸的 希望苏友鹏的父母 能够幸福和谐的安度晚年 也希望苏友鹏早日走出恐婚阴影 拥有完美的感情归宿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 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 我们再会